解读名画,咱们来看一下这幅画,大家能看得懂吗? 如果看不懂就对了,一开始我也看不太懂,作者是左边的这位大师。 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呢? 他的名称是薰衣草之物第一号,既然被称为薰衣草之物第一号,就表示有第二号,有很多的号排队在后面了。 是的,作者是美国画家杰克逊·波洛克,他在1950年创作了刚才很多人看不懂的这幅画。 其实通过这幅画呢,我们可以领略抽象表现主义的精神。 这幅画现在藏于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画廊。 作者其实非常牛啊,他发明了也可以说是使用低画法,就是把巨大的画布平铺于地面, 然后拿着盒子、棒子、画笔,钻有小孔,大量的颜料在盒里、画笔上、棒上, 然后就在那里撒,就在那里滴,然后没有固定的先想好要画什么, 就完全随意,追随着灵感、心里面的感觉、无意识的动作。 这种画呢,人家就称他是行动绘画。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神奇呢? 这位作者啊,杰克逊·波洛克出生的时候呢,大脑受了一点伤。 他做事情呢,愿意从本能出发,不受约束。 他从朋友那里,得到了这种啊,知道了这种自动创作的方法, 没有预先的构思、设想,然后拿起笔就干。 他就对这种方法呢,着迷。 他有时候呢,会合着神秘的韵律、节奏挥动画笔, 直接啊,从罐子里倒出的颜料,滴洒在画布上。 为了创作的时候,更加的自由呢, 他把画布从画架上摘下来,铺在地上。 所以,因为画布尺寸相当的大, 他置身在其中啊,不像是用笔在画画, 好像是用身体在作画, 所以称为行动绘画。 他说啊,在地板上我更自在, 觉得自己呢,更贴近画画, 更像是他的一部分,我绕着画走。 所以从他的绘画里面, 我们是不是可以迁移到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呢? 有时候我也有一种做法, 就是心流写作, 把我想到的全部写下来, 完全没有预思, 没有预先的构想。 我想, 这也是发挥灵感的一种方法, 也是非常好的。 就算你看不懂吧, 他也提供了另外一种作用。 或许这些画呢, 需要我们深入的, 安静的, 比较花时间的, 用心灵去共鸣, 甚至不需要用脑袋去分析, 慢慢的去感受它。 我想你会感受到的, 欣赏这些画, 应该和其他的画是不一样的。 为什么呢? 因为他作画的方法和其他的画也是不一样的。 你看, 这幅画呢, 是薰衣草之物, 31号, 请问这幅画和前面这幅画有啥区别呢? 骤眼一看, 你看不出什么区别, 就是颜色不同, 对吧? 你说是薰衣草之物吧, 又看起来又不像薰衣草, 是不是? 很乱的感觉, 但你真正的看, 用心来看, 或许能够给你带来治愈, 这就是这种类型画的贡献。 那波洛克创作的过程和众不同, 他把画布钉在地板上或者在墙上, 随意在画布上泼洒颜料。 波洛克创造了举世文明的低画, 他的低画成了无拘无束的美国性格的典型表现, 你看美国人是追求无拘无束, 追求自由的。 有人呢, 认为看波洛克的话, 简直是一无是处, 那有人呢, 说我看波洛克的话, 就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, 所以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, 特别是像这种类型的话。 波洛克呢, 在1956年, 在一场车祸里面去世了44岁, 就走完了一生的路程, 走完了短暂的一生。 左边的这幅画, 名称是鸟, 很多只鸟吧, 很多只眼睛组合在一起, 骤眼一看你也看不懂, 是吧, 一定要用心去看, 花时间去看, 你会有另外的感受。 好, 解读名画, 今天咱们就解读到这里。 记住, 她的画作的风格, 方法是行动绘画。 拜拜。 拜拜。 拜拜。